除了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备手关注之外 连日来成功完成世界首次月被采样的嫦娥6号成为全球焦点 岛内舆论更是密切关注大陆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 最近几年大陆航天的最新发展成果无一例外都在岛内引发热议 不仅岛内媒体对神州系列飞船发射任务进行直播 连功勋 飞向月球等反映中国航天发展历程的电视剧和纪录片 也备受到内民众追捧 嫦娥6号完成世界第一次的月球背面采样跟起飞 哇 这真的是不得了 了不起的任务 我相信海内外全体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然是已经划时代的大势了 我估计了有很多人可能都在看这个转播 因为它终究是历史性的大势 我觉得予有容颜 在岛内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相关报道和讨论中 史上首次 人类突破 世界顶先等等是高频词 岛内除了赞叹大陆航天实力硬核 世界领先外 一贯所谓逢中必反的民进党 岛内绿营媒体和名嘴也都噤声了 许多岛内网友也注意到这个现象 留言称 绿营集体避卖了 这是真是想黑都找不到角度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人都没表示 全面建成天宫空间站 神舟18号四循环水生态实验 嫦娥6号 世界首次岳被采样 只要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都能知道这些成就的分量与重要性 民进党硬黑只会显得自己无知 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华 张先生您好 连日来成功完成世界首次 月被采样和起飞的嫦娥6号 成为全球焦点 岛内舆论更是密切关注 大陆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 那么对此您有何解读呢 是我们看到嫦娥6号 从月球背面取样 这确实是全球以这个瞩目 包括这个台湾岛内用的很多次 不论是史上首次 还是人类的这样一个 里声碑意义的一个事件 等等等等 确实是这个本身 这样一个事件 以及的背后透露的技术 以及所蕴含的一些意涵 确实是这个值得大家广泛的关注 但是这样一个 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一个事情 在台湾岛内能够被广泛的讨论 甚至说基于正面的评价 实际上这一点 也值得大家来高度的关注 首先我们知道 台湾岛内的很多媒体 包括很多这个舆论 多数实际上是只报道 我们中国大陆负面的一些情况 于是乎甚至出现了 熟的大陆这个高铁 没有这个靠背 这个大陆人吃不起柴链蛋 等等等等 这些错误的或者虚假的 这样一个言论 那现在对于大陆 这种高速发展的一个成就 尤其是在航天领域 取得重大的成绩 台湾岛内民众能够正确的看待 尤其是这个正面的评价 实属是难能可贵 也显示说 这个对于台湾岛内的 执政当局妄图 采取这种负面的 无名化的认知战的方式 然后来这个挑起两岸 民众的这样一个 对立和对抗 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最终还是要靠 两岸同胞这种民间的交流 正确的认知和看待 才是正确的一个道路 另一个层面 我们也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取得这些巨大的发展的成就 尤其是在航天领域的成绩 那对于吸引台湾岛内的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 积极地参与到两岸的统一事业当中来 也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这是在航天领域的成绩 跟两岸关系本身看起来 关系并不是很大 但是当台湾岛内的民众 看到中国大陆中 重大的成就 尤其是说 如果将来实现统一以后 台湾岛内的民众和同胞 也可以参与到 中国大陆中巨大的成绩当中来 能够感受到 取得相关成绩的荣耀感 那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对推进子国的统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的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